哈喽大家好,我是TCL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TCL 马古党支YouTube频道 我开启了一个新的影片系列 叫做Tag你看科技 专门带大家一起了解大马的科技股 那今天Tag你看科技的第一集 我会带大家一起来了解大马科技股龙头 Inari Amatran Berhad 影片开始之前,我先来做一个声明 这个影片里面所有的内容和资料 是进行参考跟教育用途 绝对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请大家买卖致富 任何风险击亏损,本人一概不负责 首先先来介绍Inari Zia公司 Inari美昌 Inari Amatran Berhad 是一家半导体封装测试公司 也就是Ossat公司 而它主要是针对射频芯片 Radial Frequency Chips 同时它也涉足光纤收发器 光电,传感器等等产品 Inari Zia公司同时也从事 EMS电子制造业务 那么现在我给大家大概知道一下 射频芯片 Radial Frequency Chips到底是什么东西 Radial Frequency Chips我们简称RF Chip 或者是RF芯片 RF芯片是无线通信系统的元件 它主要的功用是发送跟接收信号 在所有的智能电子设备 比如说手机电脑平板电脑等等里面 都有RF芯片的存在 以收集为例子 如果你打开iPhone 12 Pro Max的主机版 这边蓝色、黄色、青色、框起来的都是RF芯片 那频段的信号越多 网速越快 需要的这个RF芯片数量就会越高 那这个RF芯片是Inari最主要的业务 但是Inari并不是生产这个RF芯片 它只是负责测试跟封装这个RF芯片 那么RF芯片的生产商有谁呢? 它们包括Broadcom、Covor、Skyworks、Qualcomm等等 那这里顺道提一提 跟Inari一样涉及测试跟封装的Ossac公司 也就是Inari的同行呢 具有MPI、UNISAM跟G-Tronic等等 2006年Inari在马来西亚的槟城成立 当时它只有一个26千Sqft的工厂 来到今时今日 Inari共有10间工厂 分布于马来西亚、菲律宾跟中国 总面积达1.8M sqft 公司的员工超过5500位 2006年Inari建公司成立 2011年7月19号 Inari在马股Ace Market创业版上市 当时的IPO价格是38% 从2011年上市至今 Inari总共实行了2次Ride Issue with Free Warrant 还有4次Bonus Issue 把股价换算调整成现在的股价 当时的IPO价格大约是111.5 111.5 cent以及2021年8月6号的收市价 3令吉60 cent Inari的股价从IPO资金的涨幅高达3030.4% 2014年6月3号 Inari成功转至主板Main Market 在2014年到2016年期间 Inari连续三年入榜福布斯亚洲中销企业200强 2019年9月Inari与台湾上市公司PCL Technologies重达科技签署了一个协议 他们一起合作在槟城成立一家联营公司 业务是管理跟制造Optical Transceiver 光收发模块和其他相关产品 在同年10月这家联营公司就正式成立 它的名字叫做PCL Inari Technologies Serdiabah Inari持有其30%的股份 而另外70%是由PCL持有 2020年8月11号 Inari宣布跟新加坡公司 MIT Semiconductor Private Limited合作 在马来西亚成立联营公司 制造Customized Semiconductor Process Tools半导体工具 这家联营公司Inari MIT Serdiabah 在9月24号正式成立 Inari持有其51%的股份 根据Inari在2011年的IPO报告 当时它的最大顾客叫做Avago Technologies 在2011年Inari上市的时候 Avago是Inari的第四大股东 持有它9.82%的股份 当时持有Inari9.82%股份的公司 其实是叫做Avago Technologies Malaysia Serdiabah 而这家公司是由新加坡的Avago Technologies持有 那它们的母公司才是美国的上市公司 Avago Technologies Limited 2013年的时候Avago就售出Inari的股份 不再是Inari的大股东 2016年Avago收购了Broadcom 并改名为Broadcom Limited Broadcom是美国的上市公司 它是世界最大的WLAN 无线网络芯片厂商 Broadcom的主要客户就包括Apple HP Motorola IBM等等 大家可能常常听到Inari跟Apple有关系 那这里我就稍微来讲解一下 Broadcom Apple跟Inari的关系 首先Broadcom会生产芯片 它要把这些芯片交给Osak公司去做测试跟封装 而Inari就是其中一家 Inari完成了芯片的testing等packaging过后 就会把这个芯片交回给Broadcom 然后Broadcom就会把这些没有问题的芯片零件供应给Apple 所以它们的关系就是Broadcom是Inari的大客户 而Apple是Broadcom的大客户 因此Inari跟Apple是存在着这样的一个关系 Inari的大股东叫做Instas Bahad 它也是大马的上市公司 从2011年上市到现在 Instas都是Inari的最大股东 根据2020财政年的Annual Report Instas持有Inari16.96%的股份 在2011年上市的时候 Instas持有Inari33%的股份 Instas加拿公司在1969年就已经在大马上市了 Instas Bahad从此持有另外一间上市公司 DGSP25.48%的股份 Inari的第二大股东是KWFP 马来西亚公务员退休基金局 它持有Inari13.2%的股份 而第三大股东是EPF 雇员工基金局 它持有Inari10.31%的股份 这里介绍两位Inari的Director 第一位是Mr. Lau Ken Chong 他今年54岁 他在2011年成为公司的CEO 并在2012年任职Executive Director兼CEO Mr. Lau在Ossat领域有28年的经验 他1991年在Intel平链工作 之后转到KSM的其中一家职公司工作 1996年他曾经是Gtronic的Senior Engineer 第二位是Dato Dr. Tan Seng Tran 今年66岁 他在2010年成为Inari的Managing Director 并在2012年任职Executive Vice Chairman Dato Tan在IT跟科技领域有35年的经验 他目前也是Insats Perhat跟DGSP的Executive Director 这个是Inari从2011年上市到现在的营业额跟盈利 Inari的Financial Year是在6月尾结束的 也就是说他的财政年是从7月到隔年的6月尾 随着Inari刚刚公布的2021财政年Q4的季报 他的2021财政年也正式收官 全年营业额跟盈利都破新高 在2021财政年的业绩出炉之前 Inari历史最早的营业额跟盈利是在2018的财政年 这个是Inari最新5个季度的业绩 Inari最新4个季度业绩都非常强劲 在2021财政年的Q2 Inari的营业额跟盈利都破新高 Q1、Q3、Q4的营业额分别是历史第5高、第7高跟第4高 盈利方面最新的四季霸王1234名 Q2第一名 最新季度的Q4第二名 Q3第三名 Q1第四名 这个是Inari过去6年每一个季度的营业额 可以看到除了2017财政年之外 其他财政年里面 Q1跟Q2的营业额普遍都比Q3跟Q4高 这是一般半导体科技公司的业绩季节性 上半年1月到6月是淡季 下半年7月到12月是旺季 而在最新2021财政年里面 这个营业额的季节性并没有很明显 Q3、Q4的营业额并没有比Q1跟Q2下跌很多 而盈利方面也是一样 Q1跟Q2的盈利普遍都会比Q3跟Q4的高 但是最新2021财政年就没有很明显的直接性 Inari的营业额分布于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美国等等 而其中新加坡的占比是最大的 而在最新2021财政年 新加坡贡献的营业额占全年营业额的86% 我个人推测Inari是根据Broadcom在新加坡的这间职公司 来作为它的营业额来源国家 Inari在今年5月6日宣布进行Private Placement 私下配售333M单位的股票 大约是当时现有股数的10% 之后成功配售的价格是3块1 这个Private Placement已经在2021年7月30号完成 通过这个Private Placement Inari筹得1032.3M 这个Private Placement的手续费大概是16.8M 剩下筹到的资金 Inari会用于扩张、收购跟投资 管理层计划用这笔资金来收购合适的半导体 OSAT或者EMS相关的公司 但是目前还没有公布任何的收购目标 这是Inari截至2021年8月6日的基本面数据 Inari在8月6日收市的时候是3块6 市值为13.25B Inari目前这个市值在马股排名第三十三 以3块6计算Inari的PE为40.09 Current Ratio 4.27 Debt to Cash跟Debt to Equity都少过1% Price to Book Value 8.77倍 ROE 21.89% Inari的优点包括 第一,科技与5G飞速发展 5G网速提高 以及智能设备的日行月异 需要的RF芯片数量跟技术也越来越高 这个对Inari最主要的RF芯片业务是利好的 把Private Placement的现金纳入计算 Inari目前手上的净现金是超过2B的 这可以让管理层进行扩张跟收购计划 帮助Inari在未来壮大成长 Inari最近2021财资年的营业额和盈利都破新高 公司在Q3跟Q4的当季也可以保持强劲的业绩 这让我非常期待接下来下半年的业绩 第四,美金对马币走势 为什么我把这个外汇因素列为其中一个优点呢? 我现在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张图是2019年10月到2021年8月 美金对马币的汇率图 而我在这个图上面用虚线把一个一个quarter分开 并标向Inari的财赠年跟季度 那我现在给大家来看一下 Inari在这些个别季度里面的外汇盈利或者亏损 2020财赠年的Q2 Inari有2.84M的Forex loss 而在之后的2020财赠年Q3 美金对马币从4.05上涨到4.4 Inari在这个季度就有12.63M的外汇盈利 之后的三个季度 美金对马币都是下跌的 所以Inari在这三个季度里面都有外汇亏损 来到2021财赠年的Q3 美金对马币反弹上涨 Inari在这个季度就有11.08M的Forex gain 来到最新的这个季度 2021财赠年的Q4 Inari有1.76M的Forex gain 由此可以看到 美金对马币上升对Inari是利好的 而在下一个季度 如果美金对马币可以保值在4.2或者以上 那么相信在下个季度 Inari就应该会有Forex gain 话说回来 Inari最近这4个季度的盈利 都包办历史第一到第四高 Inari目前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就包括 第一,全球半导体市场 Inari身处半导体产业链 全球半导体供应跟需求的情况 对公司就会有一定的影响 第二,依赖大顾客 根据2020年的年报 公司的两个大顾客 Customer A跟Customer B所贡献的营业额高达 1026.6M 而Inari 2020财赠年全年的营业额为 1057.95M 也就是说这两个major customer所贡献的营业额 占了全年营业额超过97% 如果这两个顾客 尤其是Customer A有什么问题 或者各公司有什么不合的话 那么对Inari会有很大的影响 第三,疫情跟管制令 如果疫情继续严重 有公司确诊 或者是政府不允许公司运作的话 那么就会影响公司的业绩 第四,Inari刚刚完成的Private Placement 会把股权稀释 拉低EBS 并提高PE 不过公司同时也获得超过1B的资金 这个就要看管理层如何运用这笔资金 国基将于2021年9月16号跟25号 在线上举办新手入门课程 这两天的课程内容是一样的 你可以选择你得空的那一天来参加 我会在课程里面帮助新手踏出投资股票的第一步 如果你或者你的亲友有兴趣的话 可以点击Description里面的link 报名参加 你对Inari这家公司有什么看法? 你希望我在以后的Tag你看科技影片系列里面 带你了解什么股票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 欢迎你Join我的Telegram Channel Follow我的Instagram 还有Join我的Facebook Group 他们的link都可以在Description里面找到 谢谢你收看Tag你看科技 请like and share这个影片 还有一定要subscribe我的YouTube频道 我是Tag 谢谢大家